你听过万圣节吗 欢迎收看维他命师 师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我在一所教会大学里面教书 在我所任教大学里面 很有趣 每年的圣诞节都会放假 因为我们是教会学校 这其实是很多学校 所不一定有的一个假日 我记得曾经有学生问我 他说老师 竟然圣诞节都放假 那干嘛万圣节不也放假 万圣节也很happy 也可以放假 其实万圣节并不属于基督教的节日 那我们常常有说 看到万圣节会挂很多的一些 鬼怪的一些娃娃 其实基督教并不是 会去在意那些东西的人 我们其实基督徒所在意的是 独一的真神 讲到独一的真神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我父亲曾经跟我分享过 他说他还小的时候 他在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学校里面 很流行玩蝶仙 就是很多人会去玩那种蝶仙 结果很特别的是 每一次只要有基督徒走近的时候 玩那个蝶仙好像就不会动了 所以他说他每次只要有时候经过 有人在玩蝶仙的地方的时候 忽然那个带头玩蝶仙 就会起来喊说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不要靠过来 你靠过来那个蝶仙就不会动 那我爸只好摸摸鼻子就走了 被赶走了 其实真的 这世界上有一位神 他这世界上独一的真神 他的力量高过这世界上其他的灵 对基督徒而言 我们所敬拜的 永远都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 所以我很喜欢跟人家讲 基督徒不太会去过万圣节 因为对我们来讲 每一天都是万圣节 上帝是我们的only one 他是这世界上 唯一独一的真神 亲爱的朋友 每一天都可以是万圣节 每一天你都可以跟那位独一真神 跟他好好相处 好好的倚靠他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喜乐 更加的丰盛 石以诺的心灵维他命 天天都给力